新年乡新墓村的土焦流交流馆已经正式开用 除了关来电视家座造成土焦流各种外境的交流地震 另外就是在新墓村岸旧家家庭典河川维留店所基盤的合法交合 在暂境各成土焦流的所在地 用过去和建材的商品来比对说明的课程 真实的中境和参加的活动都相当的进化 一个叫向远侵蚀 一个叫勾获侵蚀 一个叫横向侵蚀 当我们前往当地向参加土焦流交流关 和外交合库典的核仙 所以明土焦流会造成的河川形象 并且也用过去的商品来到干净的景象做对照 让参加核仙和民众 清新感受土焦流驾人的影响 这种走度的时候它会变成说我们的河流长度会变长 其实在神墓这个地方 这个土石流交易馆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了解 叫做原来土石流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有山 有水 有土 还有这个坡路在的话 其实土石流会发生 尤其现在气候比较异常 那现在就是土石流 不等于土石流灾害这件事情 可能让大家了解 在参加最终保持研究的 无论是核心 还是日解人数 以及公布我们的共同推动下 土石流交易馆 可以在神墓川来深入以外 大家也很希望 众大众对着土石流的观念来做改变 只要了解土石流的叠向 神墓川民都有只是拼在的共赏 对他们来说 土石流就不再是灾害 因为我们懂得必灾它就不会是灾害 它是一种现象 自然的现象 所以让大家了解说 神墓川它除了曾经发生过土石流 未来也可能会发生土石流 以前因为土石流而发生过土石流灾害 有一些人命的伤亡 可是这边的居民已经越来越懂得如何跟灾害共存 然后这边的教育馆现在已经开幕了 也希望各个学校都能利用校外教学的时候 能够详佳的利用 我相信对土石流整个教育的一个观念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在这个教育馆真的发挥功能 能够在跟全台湾的各个学校的环境教育 或者是学校户外教学可以结合的话 那社区基本上对外的一个交流又重新启动 然后社区里面的获取名气上或是农产品上 在做行销推广上会相对上更加容易 来到新一乡神墓川 大批铺铺铺铺铺 以及部分传播的建筑教育牛 落下后神墓川比土石流清晰的气候 既然要评传这种非常惊喜的影响 从土石流来变成神墓川 最有够有意义的生态现象 记者跟我们说唱不懂 那现在已经很深了 郑民主将 öğren修目的胜色 老大好 近年纪成的农亚 毕竟然更在